小仙要状告一人 状告何人 袁同上线 三 我要状告他狼子授心 逆天报物 在幽都山亲手残杀自己的手下部将 再假借醒神丹之忧 嫁活给我师姐青瑶与云峰上审 一派胡言 我为心无愧 有何所惧 真的不怕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 你自己欠下的孽债吧 他就跟着你感变着 我最后就让你拍照 我听到趣了 我都让你拍照 我不见了 我走了 我哟过天 我哟过天 师姐 灵溪 灵溪 吓死我了 让我看看你 怎么样 还好吗 哭什么傻丫头 你去见神尊了吗 还在怪他 自然不是 我又不是狼心狗肺 我怎会不知他为我付出了多少 那是为何 我也不知道 灵溪 其实你回来 第一个应该去见的人 就是他 当初为了救你 他偷取神农顶 挖取石心 保你一现生机 连我这个师姐 都自贪不如 他四道神农顶 可会被天公责罚 他违抗天规 隐瞒众仙 将你满天过海地保下来 与这个罪名相比 四道神农顶 又算得了什么 灵溪 去看看他吧 师姐你就别说我了 你呢 往后有什么打算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 就在这里陪着他呗 来 这个云峰上神啊 他可真有手段 千年的时风之苦 换得你这般死心塌地 也不算得吃亏 休要胡说 云峰上神 怎么 心疼了 不是 云峰上神 多谢你照顾我师姐 不过你这么小心眼一人 吃了这么大一亏 定然心中不分 如今我回来了 我得替你出气才行啊 灵溪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邪怨重生又功力大增 这样的我自然最适合去讨债了 此事已了 但小仙却另有一事 你还有何事啊 小仙有一桩冤屈 要上告天庭 你有何冤屈 小仙要状告一人 状告何人 袁同上线 灵溪 你要状告袁同 是 天君 我要状告他三大罪状 一 他残杀紫云台守将 并嫁祸于我师姐青瑶 颠倒是非 纸造为白 二 他残杀我夫勒伯 成兄肆虐 手段残忍 可怜我夫一生 行医济事 救人无数 却被他所害 好了 此事天君 与诸神都已知晓 袁同将军 也受到了惩罚 好 那我便说些不知道的 我觉得他有时 我便说他 他还会有时 他这一路 他们到家 他还有人 他便吃了 他才会有时 他不想 他要是 他要什么 你也撒谎 灵溪 你真以为 以为自己成了山灵族国主的女儿 你就有了倚仗是吗 在我天宫大殿 在天君和卓星面前 你竟也敢信口辞皇 袁童 你害怕了 一派胡言 我为心无愧有何所拒 真的不怕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 你自己欠下的孽寨吧 你需要跟湘娘说 一样 我可以叫枉心 枉心 不是 我可以叫枉心 把枉心 把枉心 到枉心 建立了 将军 好重的魔器 将军 不能再往前了 前方魔器这么重 我们应该立刻回天宫 向天君禀告才是 继续前进 将军 这 威力挣斩 当地小心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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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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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元彤残害部下天兵的罪证 可惜被他毁了 你有水月顶在身 应当可以复原此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